一年容易又中秋 在我旁邊的 借摸緊那麼遠的 一個廣傳媒的何良某老總 和MIHKTV的老鵝 中秋節前夕和大家做節目 老總 你好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我們節目播出時中秋到了 我們今個星期有兩集節目 總之一集就當成 又盈語又想語 總之大家在中秋階節 就看廣傳媒和 還有老鵝的 MIHKTV的 《香港人家宣》是沒有錯的 尤其是我們播出時 都是 正日也好 或者是之前也好 都是充滿一種團圓的氣氛 那我們今天開播呢 都是講一個都不團圓的故事 就關於黎智英 現在就是被 托了去未審先囚 或者是背著N單案在身 他的兒子和支持黎智英人 就在瑞士日內亞 在英國協助之下 搞了一個撐黎智英的活動 不過中共就玩小動作 暗進發信給一些 聯合國的其他國家代表 叫他們千萬不要去 千萬不要去 不動就不動的嗎 那你是不是 我自己想去的 你叫我不去 你是不是在干涉自己的自人 私人的行動的權利呢 他有一方面叫大家 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但是他是干涉別人國家的內政 別人去不去 別人是決定的 這些事件是公開活動 又不是什麼秘密活動 也不是非法活動 中共有時候覺得他們那種 幻蠻無理野蠻 思覺失調 他說人家干涉內政 但是他先干涉別人的內政 沒錯 是啊 真是很有趣的 特區政府當然也有加上口 說英國也好 其他的組織也好 你們批評我對黎智英的審判 就是無理取鬧 這個是挑釁的行為 為什麼呢 他們根據這個議會 這個通過的法例 來抓黎智英 適當地去執法 現在也是經過這個法庭的審判 所有事情都是有法可依的 合理合法 也經過專業的審判 而定據罪 所以你們在指指點點 你擺明就是在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 合理合法 這個港版國安法 是一個非法的政治僭建物 是人大常委會強硬壓下來的 沒有經過香港議會 這樣的合法 所以他們說的合法 合乎惡法 合乎它一些酷刑的法律 那麼這些中共呢 所謂依法治國 依法治港 是依它定的法 並沒有民主基礎 沒錯 依它們的方法 依它們的辦法 去處理一些提出 跟它有相反意見的朋友 那些就是來定據罪的 所以呢 他們所說的 依法 嚴正執法 其實就是法加國法 是吧 用一個法例來 勞勞綁死 勞綁死 香港的市民 動不得也哥哥 還有在這個時間裡面 有什麼事情 投魂申請你敢批評這個政府呢 一律以這個 犯了《國安法》來 將你這個緝獲 那麼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的了 那麼香港 我們都在《香港人街書》 講過很多次 無論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的排名 搶人才的排名 甚至剛剛公佈的學術自由的排名 跌到差不多 跟塔利班差不多 這樣的水平 是的 中共是全世界是一個 派大使去塔利班的國家 派大使去塔利班 就是派去阿富汗 全世界第一個 這些也是爭著做世界第一 全世界都抵制塔利班這個國家 就是阿富汗 中共呢 就和它攬頭攬計 那就是說中共這樣全世界知道 塔利班是一個恐怖國家 中共是一個恐怖政團 就是怕你不知道 還要釘在那個額頭那裡 那麼黎智英這壹事呢 黎智英今年呢 就是75歲了 那麼他的兒子很擔心 他的老爹呢 就恐怕都會 就是坐監坐到瓜為止了 以中共現在的負責皮性 所以國際上營救黎智英的聲音呢 就此起彼落 那麼一直都沒有停過 那麼我和老鱷都估計 中共都拿黎智英 作為一個藏碼 看看適當時間 有價 看看什麼時候有市 就會交換一些西方緩和 或者是有利中共經濟的一些情況 所以中共這些人知識的 一種綁匪的行為呢 跟黎智英這宗案件 都拾不離狗的了 那麼黎智英現在呢 就一直都我們都覺得 是善價而沽啦 那麼黎智英就變了Bitcoin 就是加密的貨幣啦 現在就是嚴禁這樣 就是將它籌在這個牢獄之中 那麼說真的 我一直都在我們的節目 都有說過這件事 黎智英被他這樣去監禁呢 其實對中共是一個 非常之錯誤的一著來的 那麼始終他在國際上 有頭有面 那麼跟美國啊 跟英國啊 又是英國的一個國民 那麼跟美國的一些議會的人士 都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友誼 那麼同時之間 大家都知道他支持了這個 民主黨啊 或者是泛民啊 在一個很久的一段時間 在一個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裡面呢 是一個其中一個 很大的一個用力的一個分子 那麼你很明顯現在就 大家都看台戲就是 你因為有些人要求 香港得到中英聯合聲明裡面 賦予 或者基本法賦予 一國兩制裡面的 一個香港人的所有的權利 現在是被你侵蝕了 而他帶起就是要支持 要拿回香港人的一些應有的權利 而受到這個打壓 那麼這個是天下皆知的事 那麼說真的 你們現在倒轉來說 禮環節曲抹黑 將會變成一個 勾結外國勢力的一個分子 到現在一直都看不到 他有什麼的證據 勾結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政客 哪一班的政棍 是希望就是破壞顛覆 這個香港或者這個 中共的這個政權 都拿不到這個實例出來 那麼一口咬定他 但是排期呢 就排到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去審判他 基本上就是一個 完全就是有違的 這個國際做法 以及你根本就是 非法監禁 一個黎智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 我們經常都說 中國共產黨沒有東西 打人就不夠別人打 又說別人搞你的時候 又不敢去出兵 那他只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關門 就是拿兒子去虐待 然後那些街坊 就在鐵閘外面 恨得牙癢癢 你快點 放回兒子 不要拿廚仔去打 你兒子的神郎 哎呀 你不要再拿摺椅子 去拍你兒子的老門 就是大家 不停地在這裡 街坊就很育 但是怎樣 我兒子來的 喜歡打就打 我喜歡插就插 你吹我仗 我兒子 拿板椅去拍 拍鬼他 現在這個exactly 就是中共慣常的伎倆 永遠就不敢去動人 又說什麼外國勢力 又說什麼亡我之心不死的邪惡國家 一直一個都說不出來 你點名啊 是不是拜登啊 是不是這個辛偉誠啊 是不是這個愚蠢文雄啊 你說出來 說來講他都說不出來 永遠就是把自己的子女來打 到最後 哎呀我怕你嘛 你不要再打你兒子了 你是不是要錢 我給你錢 然後就放回兒子出來 送去保養局 現在就是 永遠就是中國 一直是要重蹈覆轍 以前又有這個 劉曉波啊 是不是 其他的不同的黃丹啊 全部都是用這種的方法 你越緊的黃丹 我就拿火去燒 他的殖 是不是 你越緊的劉曉波 我拿水浸在浴缸裡面 給你看 這樣啊老總 你覺得我這個比喻 正不正確呢 太暴力了 在中國之前說這些話 嚇壞我們食業品 會噎壞 又摔壞 又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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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整件事是這樣的 Hello 你真是 sometimes too naive 中共是以民為敵的 人民是它的敵人來的 是 說為人民服務 其實就是調轉了 他思覺失調 是人民為政黨為中共服務 他就是精神挫亂 又說錯了為人民服務 沒錯 其實人民為中共服務 漏了幾個字還調轉了 是 黎智英就控多項罪名 之前 現在就因為詐欺在城 判刑五年九個月 你知道那間公司 說他商業的地址又分出 又成 在赤柱監倉就單純酬金 每天只容許五十分鐘在戶外活動 正如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安所的附屬研究員 事件宇 報訴美國之音所說 中共認為黎智英是支持香港民主化運動的 標誌性的人物 沒錯 因此絕對不希望黎智英再受關注 這位事件宇 事件宇 事是服侍的事 他認為這件不是小事 對中共來說是大事 所以你在國際上 你越是搞這些這樣的 支持黎智英 中共就一定是來橫手 搞破壞 那就去到日內瓦 因為日內瓦也是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 人權理事會 開會的地方 所以香港言論自由這些 加上黎智英 中共就像DDD那樣 一看到就噴 一看到就噴 總是整瓜來 我看一拍 我其實一直都有分析 我說中共 如果說真的 你怕黎智英 實在太顯得你們協弱無能 堂堂堂堂大國 十幾億人 又說軍又說火 又說炮 又射東西上太空 說到這麼緊張的時候 一個七十五歲的減肥 失效的肥佬 你們又怕什麼呢 如果他真的可以顛覆你政權 過去這二十幾年 在香港也玩死了你 根本就是 只不過是一班香港人 在香港的土地上 要求得到一些 屬於香港人的權利 你硬要把它扭曲了 變成一個革命的頭頂 是不是 其實我老實說 放了他走 他在外面 他更加是做不到事情 還有你現在這樣去玩他 黎智英就求人得人 我一直的分析就是 黎智英就是盼死 如果黎智英是 覺得要明哲保身的 他可以在法國住 他去了英國他不回來 在美國裡面 一樣可以遙遠控制 是不是 他就是要做到一個象徵出來 就是他要殉道 他就要好像耶穌基督那樣 是不是 對抗這些邪惡 不怕自己跌到他這個獅子鬥裡面 被他咬死 咬到血淋淋 搶破土流 是不是 就是要做這件事 是不是 而凸顯他這個奉獻精神 你明知道他想做這件事 還要賴死不叫走 可以走又不走 根本他就是要求人得人 你現在就配合黎智英的劇本 去做這一場戲出來 我告訴你 到了最後 黎智英有什麼東西 東加豆腐 諾貝爾和平獎 又有張空凳 又或者他目前獻花 頒這個和平獎給他 那你就把黎智英 去做一個聖人 對你自己就愚蠢了 這麼簡單的 一樣的龍妖 都看不出 學人去從這個世界上的人去困 明知這些東西 聰小小當幫忙 自己要幫自己製造這個陷阱 是要被人家刺你 你放了黎智英走 又做到什麼出來 可以影響到中國政權呢 我想請問 你這麼深的事情 中共會明白嗎 他會看聖經嗎 就算會看聖經 他本聖經都加了習近平進去 是是是 改版的 沒錯 習近平瘋瘋瘋瘋瘋 就是了 習近平被人踢下山 習近平扔下株欄 怎麼會把他放在獅子園裡面 這些這麼高深的事情 你太看得起中共那些人了 他們不學無熟 空中一點墨水都沒有的 他們全部老粗 土匪流民無乃惡霸 讀書都不懂得 才做中共 這種情況之下 你剛才說的 不是對牛 對牛彈琴 你真是浪費氣 好像狗仔對著月光不斷廢 就是你背後那個 你不是在告訴我嗎 不是不是 別這樣 別這樣 唉呀 你跟不一樣我看法 黎智英根本就有殉道 狗仔對著月光不斷廢 你跟不一樣我講法 黎智英根本就有殉道 你這樣也看不明白 是呀 他是要做烈士 中共就承傳他 他不知道在承傳他 現在就按照黎智英的日本辦事 中共就蠢到家靈一 沒得救的 人蠢無略衣 他兒子要出來 宣言希望英國營救 希望人們去聽聽他說話 然後你跟著去和應 叫人不要去 那人家是一個兒子 老爸在坐牢 他呼籲國際關心他父親的安慰 甚至他是一個英國的citizen 希望英國的首相去幫忙營救他父親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而你去阻止別人的兒子 耍俗之情擔心老爸的這句話 是不是爹親娘不及無主席 如果得罪你中國 老爸也不可以去救呢 有威力論常 中國是有黨性沒有人性的 他現在這樣狗肺地在瑞士日內亞 不斷暗中致函給其他國家 人權理事會的一些代表 叫他們不要去恐嚇 幾乎恐嚇 是 我覺得這是有黨性沒有人性的表現 是符合中共的特性 他正在做他的事 不過黎智英的兒子黎崇一 正在做一個正常人要做的事 那反映到中共不是一個正常人 沒錯 這個不是正常國家 不是正常政權 根本就是一個反人類的 一個跨國犯罪集團 才會走到瑞士 暗中寫信這些鬼鬼祟祟的行為 沒錯 鬼鬼祟祟偷番薯 而且很明顯 你有在倫常 做一些事情出來 就是做一些 好像你這樣說 反人類的行為 真是很邪惡 而且 他將他的本性 再表露無遺 如果我是一個國家 我聽到你中國的呼籲 我不去 只要這個國家 不是北韓 伊朗、敘里亞這些權國家 任何一個民主社會 在黎崇欣出去支持老爸這種 universal 這個value 希望老爸在一個 黑肉冤案裡面 可以得到一個沉冤代雪 喂 你跟著 你代表你的國家 竟然 暗春怕死 被中共拋浪頭 你不敢去 下一屆選舉 大家就用雪亮的眼睛 加上手上的選票 將這些暗春政黨 麻煩你掃走 沒錯 所以其他國家 人權理事會 除了那些丐幫 那些下三濫的國家之外 都沒有什麼國家會理的 因為 人權理事會 就是要聽這些東西的 又不是聽你中共的一枝 你中共就當自己人權理事會 喂 你自己一鹽糖 不給其他的聲音 所以中共那種二我為主 那種監人禮效 那種禮環節曲 是無可若救的了 好了 在香港的日子 大家已經深受其害 老總 我又想和你講一個 Discuss 一個 topic 近來集聯司機 去到聯合國 要求聯合國 將俄羅斯 擲出安全理事國 理由就是 1989年還是1990年 這個蘇聯解體之後 1991年之後 蘇聯解體之後 其實 蘇聯就是以前的 二戰之後的 常任理事國的 其中一個成員 那俄羅斯無厘頭 inherit 了這個 position 好像是不對當 加上現在 作為一個安全理事國 你竟然出兵去打另一個國家 更加是不對數 但是我又在想一想一想 我現在整個聯合國 其實幾乎都應該要解散了 因為一直以來 聯合國都做不到 一些吹雞 禁廷人 終止別人的嘔鬥 做到一個 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 反而被這些邪惡國家 收買像你所說的 丐邦 窮X的國家 聯成一氣阿非拉的兄弟 支持他們這些邪惡俗心的國家 一旦有什麼風推草動 只要中國不投票 俄羅斯投反對 什麼都動議不了 是不是聯合國 就算是黎崇恩怎麼吹雞 其實也做不到什麼的出來 中國又何必要大廢周章 大發雷霆 叫全世界杯葛這些所謂的會議 根本就是一個 紫老虎、假衙門 沒有什麼做得出來 怕什麼呢 聯合國在中共 中英、美、法、俄已經 和俄已經有兩票否決了 所以俄羅斯侵略 烏克蘭戰爭裏 這兩個國家 要不就反對 要不就棄權 很多議案都過不了 意思就是演責俄羅斯 侵略烏克蘭那些 另外 習近平說要脫掉俄羅斯 在安全理事會上任理事國 五個必然成員 每國都有一票否決權 叫做一票否決 這件事是比較難做的 是因為俄羅斯 無論它是否合法 繼承了蘇聯 否則它現在都是安理會的 五個上任理事國 你要脫掉它 你首先解決不了它 它自己可以保護自己 可以否決了任何 想否決它的提案 夠加人下去可以嗎 加人下去 即是加了一些 安全理事會的一些成員國 就沒有否決權的 所以這個就是 結構性的大難題 所以你說聯合國現在是個 武牙老虎 也都沒有自己的實力 只有維和部隊 所以維和部隊本身 就是大家看加拿大的維和部隊 就是不能打的 只是隔開兩邊而已 所以到最後還是要北約出手 去救烏克蘭 聯合國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事件上面 基本上是眼白白看著一個主權國家 給安理會上任理事國的俄羅斯 打完就打 砌完就砌 就是2014年吃了你的克里米亞 吃誰之味 到8年之後再想吃你整個國家 聯合國是無能為力 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到最後還是 聯合國再遠 拳頭再近 北約只能夠動用他們的會員國去幫忙 你看看實力政治到最後還是 好像我們去跟別人打架那樣 你拳頭夠硬 你功夫個人 你就可以抵倒別人答你了 不過當然要關注烏克蘭軍民的確 這次的勇氣是相當之大 是不是一般國家的勇氣 如果比別的國家 可能已經跪下了很久 另外它也刺激到菲律賓最近 對於中共 在那製造那些海上鎖鏈 想阻止菲律賓的漁船 甚至軍艦去菲律賓自己說的領導 這個黃岩島 結果菲律賓就潛水 在水底剪拳了 是 它那些軍艦完全看著中共那些不敢動 不敢動啊 因為知道菲律賓後面有個大佬 是 因為菲律賓和美國是有互相的安全 如果菲律賓被人打的時候 美國一定要出生 這個50年代初已經簽好了 互相協防的條約 所以中共就在那裏欺負那些弱雞 欺負那些沒有實力的人 包括欺負那些好像香港這些 準備想欺負台灣 打到香港 2020年用國安法 修復了香港 香港變成一國一制之後 現在又想打台灣主義 中共就是這樣了 這些爛仔 到處遼家打 是 苟改不了食屎的本性 老郭 不好意思 就算是中秋佳節 我也不能忍著不說 大哥 正在吃一塊月餅 看了商網蓮蓉 那些蓮蓉的啡色 你們現在九個不掉吃屎 那種滋味 有一番的在心頭 老總 對不起 我向大家妄約道歉 正在吃一塊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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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剛才那些暴力 我更加語言上 是的確是冒犯了各位手上的月餅 我們說一下 央央大國 搞個杭州亞洲運動會 居然要刻球 第三世界的丐方手足來登場 還要派專機去敘利亞 大马士革去接暴军巴沙尔 或者我们一般的亿到阿萨德 走来杭州 还要在开莫莉不得止 还要为这个宁忍治 为他扑红地战在正门 给这个敘利亚的暴军去 满手鲜血的人竟然经过一个寺庙 这个感觉非常违和 中共什么本质 大家不需要我们两个形容 已经知道 屠夫就迎入这个寺庙 然后阿萨德说不来可能是回教徒 是 那找回教徒入这个佛教寺庙 屠夫入寺庙 若智坐庙堂 真是正了 你再说多一次 屠夫入寺庙,若智坐庙堂 对不对 很好的比喻 对不对 我佛慈悲 是不是 老总 那四个字叫做我佛慈悲 对 很包容大爱 让妙语就可以欢迎那些满手血腥的冷血涂夫 那无能者低能的习近平就可以坐在庙堂里指指点点 那就是切合这个中国的国政 还要指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 是 你说中国都玩不够 还要玩全世界 不是我佛慈悲 我佛回避 是 没错 佛都有火 这次只有七个这些国家就派了代表来 基本上就没有任何西方的大国去为这个亚运会登场 这个亚运会搞了2000亿巨民 不止有些人说3000亿 有些人说3000亿 是啊 这个数字永远都是秘密的 因为他不会告诉你 是 没错 数码越大 那些官员代代贪污自己的得益 就越大 喂 迟了 去年过中秋已经过肥年了 为何今年才搞 迟了一年了 是不是这么说 我知 什么时候都不会迟的 总之有 那些官员就发财了 那你看到开幕 那种这样的奢华 就相对于 都不是很久了 好像去年 在陕西西安 就是搞了一个中亚那些 就是五国来朝的 是是是 就将唐代那些 恭维那些的盛放重现眼前 现在就再演一场在杭州 日本的代表团 这次是很大的 过千人 好像是1500人的代表团来登上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届在明古屋 在日本爱之院的明古屋那里搞 这个是官窩的了 当然 我们不会 我们告诉你们 我们不会搞到你们这个水平 日本人 这次很谦虚 我们不能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意愿 我们会搞一个很简朴 很恰当的亚运会 你 杭州这个 我们是自探忽育 你听不听这些言外之音 当然了 我们有一个制度 我们要通过拨款 有议会会监察 要拨备 要批准 还有如果投资了这么多钱下去 之后大换不了经济 是要问责 你们在这个中国里面 随心所欲 做什么都可以 你的政府 将那些民资民膏 原本是搞教育 搞医疗的 搞福利的 全部就是杭州的 这些纳税人的钱 就变成了比你穷者极似 招呼万国来宾 更有甚者的 根本都很体验整件事 我很怀疑这些钱 是不是中空落袋 没有钱去放烟花 搞个什么叫做 数位烟火 咦 没有东西看的 为什么直播的时候 这么多东西看的 我是不是撞鬼 那些老人家 看过电视就很憤怒 有很多烟花 又有一些影像 但是看出去 这个不是那个景点 什么鬼都没有 又没有音乐 又没有音乐又什么 这些就很明显 濫用AR 但是其实就是用来省钱 不要再那些大场面 也可以告诉他 扮陆棱 其实就是 用了钱 没有钱 没有策略去做这些事情 没有策略 就不知道他怎么没有不值法 反正 数目就开了二三千亿人仔 但是就网上见 就用AI去做 AI要做 会比实体贵 射烟花上去吗 没可能的事 没可能的事 就是二三千亿人仔 去左边 分分钟二三百万 二三百亿就搞定了 一千万都给你了 弄了这些视频出来 说完了 这就是个trick 既然那么多AI 或者AR的东西 不需要实体 也不需要实物去做烟花 那你开这么大条数出来 那些官员落袋 不就比以前更厉害 以前都还要做给你看 但是我们有所不知的 习近平曾经在浙江出身 那杭州那边 值得是他的势力范围 就是说他固有的班底 那些豪哥们 就应该在那里打等了 那这一幕东西 习近平是否点名 令到自己的老友记有得着呢 那大家自己想 总之 整个亚运会 他呢 被人看到是很厉害 是 很厉害 画面啊我说 很威 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 大家都在扎炮的 杭州那些观众啊 都在扎炮来看的 还有我看完之后呢 跟着明天就没有公开 下个月 公楼的钱都没有着落 我房子又跌了一半 我儿子毕业就没有工作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你搞一场这样的 so call 二三千亿人 不用搞出来的 亚运会 你是不是 就是以人民为敌呢 如果你 不搞那么大规模 不要花那么穷奢极势的 的费用出去 就是把那些钱放回 在帮助疫后的困难的中国经济 那是不是更加实惠 更加能够挽回民心 但是习近平不敢想啊 老我 你有所不知 当全世界唱衰中国的经济不行 又说经济的数据又不得理想 又说欠人钱不还 失业率高企 公司倒闭的 几百万几百万这样去倒闭 这些公司就是 百几万百几万这样去倒闭 你知道中国那么大 有这么多公司 个个都说他不行 抹黑他的时候 我当然要做些事情出来 就是振奋人心 第一样东西就是整个杭州亚运会 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国理 不是你们抹黑的 是好东西 大家不用担心 实际可能在桌底里面 没有钱 第二样东西 最近刚刚在我们北远的 香港北边的深圳 华为的发布会 我们稍后会讲一下 是吧 那就是 你这一样东西也是说 你以为我们没有晶片吗 我们这个解放军 拥有的 背后资金的 这个华为 做些新东西 你看看 全部跨时代的高科技 不用担心 这些所有的动作 就要去掩盖他现在 他内心的振斗和虚胁 做一些假象 去振奋一个人心 令到很多的中国人民 不用担心 对国家有信心 继续去躺在那里做狗菜 这就是他们现在在玩的 一个伎俩 我们在场外面的 当然看到你很不行了 临死那天还要拍韦哥 整个性器官 还要吃韦哥 腎又不行了 还要吃些补药 狂拍两三打生蠔 临死也要去找妓女去陷防 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 他夸耀自己的性能力 但是已经是逃虚了身体的病夫 没有人性还有性能力 幻想出来的性能力 AR的性能力 AR的 AI的性能力 没想错 AI可能有 没错没错 整个奥运会 今天就有一个政治鸡排 Exactly 做给全世界看 我们中国未死得 我们还有这样的 成世 杭州成世 真是不知人间疾苦 这个习近平 我觉得他那种 我刚才说了 他视人民为敌 人民不重要 死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自己面子 所以找丐帮 专机去接来 都是要做 好像不止一架 就是这架最出名 我觉得 会有报应的 你这样浪费民资民糕 到最后人民一定会跟你赚钱 会跟你赚钱 那我们又转向加拿大 那这些鸡棚 还在发展 23号开播 那现在 都搞半个月了 这个亚运会 是 是 香港又转播 好像我看到 转播的那些公开的商场 看的人都不是很多 不知道是否拍的时间不对 我想说真的 要香港的市民 其实家里不是没有电视看 再加上有互联网 更加有一些朋友 可能对中共所搞的一些活动 都痴之以备 特区政府希望借助大家出去 其实借你的人头 借你的身影 然后可以在宣传片里面 香港已经 勇于走出来消费经济了 那么 又转变哲又致及兴 一切就是变回繁盛 作他的这个文章 符合郑雄那些的剧本 有很多朋友都很清晰的 你叫我走我就走 你叫我站我就躺 你叫我站我就躺 香港人有自己的办法 是 总之 大家看着办 但是看一看 加拿大的国会的 众议院议长 罗塔 这个Anthony Rota 居然可以这么大猛 事前没有做好 一个尽职审查 就去邀请 是的 邀请他选区的一个老兵 二战老兵 就在上个星期五 当乌克兰总统扎林斯基 来到加拿大国会演讲的时候 演讲完了 那我们有位老兵 叫他起来 全体就起立就是股长 后来就被人人肉起底 就发现这个老兵 原来是纳粹党的老兵 那就是大件事了 这个议长中医 也是这个星期初辞职了 老岳 为什么在你的选区 你有个这样的老兵 九十八岁 你都没有去研究他 你有没有跟他谈过 有没有找一些同事 去讲一讲他当时打什么仗 赢了哪场战役 或者是哪场战役 打到几乎命都没有 有没有做一些背景调查 然后请他上来 然后上来之后 叫大家赚立股长 一分钟 发现他是纳粹党的人 SS 而 纳粹的总统 坐在现场 我们首先要知道 俄罗斯 为什么普京要出兵 打这个泽连斯基 就是其中有一个 acquisition 就是说这个泽连斯基 代表新纳粹 很多中国里面的小粉红 不求甚解 就是对啊 你是纳粹党 美国又支持你 俄罗斯 去惩罚你 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那你竟然找了一个乌克兰的 纳粹党的士兵 去大肆赞扬他的勇敢 和这个战功 那你在整件事里面 那你加拿大的政府 去支持 Selinski 对抗俄罗斯里面 那便符合了 中了俄罗斯报的局 哦 你泽连斯基 真是支持纳粹党 你现在在加拿大议会里面 欢迎一个曾经 帮纳粹党打过仗的 这个乌克兰人 我俄罗斯特里 合情合法合理 那便中了伏 那这一件事 就真的很骂妓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个议长 我立刻很担心 他这个个人的修养 和学术水平 这个冷知识 甚至是他的common sense 究竟存不存在 谁人都知道 当年 这些乌克兰 波兰 这些朋友 最惨 就夹了 在苏联 和德国的中间 你 要不就支持 纳粹党 就对抗这些共产党 要不就支持共产党 就对抗纳粹党 真的两边都不是人 是吧 如果你一个不是支持纳粹党 哦 你支持共产党 去打仗的 赤化自己一个国家的 又是死 好了 他要解放这个国家 没办法 我不想让这个国家赤化 唯有要靠这个 纳粹党的助力 去争取这个国家的自由 你又是死 所以基本上 不如你就不要说那么多 又或者 找一下有没有加拿大的 一些的 乌克兰裔的人 代表加拿大去打仗 而不是在乌克兰里面打仗 你一想到这一件事 就是说哪一边都会出事的 你找回一个孤克兰移民过来加拿大 加入了加拿大的兵团 去解放 邪恶的一些势力 入侵一些自由国家 找到这些兵出来 拿去煲掌都不迟 对不对 我想就是这个议长 罗塔急就仗了 是 就是 心急 以为做件好事 找个老兵来 蹬一蹬牆 可以扎连斯基里演说 我们自己都是个老兵 跟你加一些色彩 就是 为了独立 为了自由去奋战 是的 就没有搞清楚 当时的乌克兰本身 根本就是被纳粹党控制住 是不是要对抗 那时斯大林领导的 苏联共产党 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当然就是要打纳粹 而纳粹 当时希特拉是几乎想灭了苏联的 不过是打不赢的 在这情况之下 乌克兰真是中间夹住在那裡 左右都死了 现在你这样子就简正一个 SS 纳粹党的军人 那就是从上都知道 多有 是啊 真是这么愚蠢的 就是我有时候老总 好像这些东西 连杜鲁多都不知道 连他的自由党的人都不清楚 那么 就是 阿罗塔罗塔承认了 是吗 他之前 就是请了这个老兵 事前没有说给杜鲁多知道 更加没有说给自由党 那些党团核心 Corkes 是 更加没有向外交部各方面 我想他太急了 一个人太主观 和以为 好心 整个正夜老兵来 谁知道好心做坏事 他自己 看来也很离地在他的选区 他在安省的一个选区 那个选区 也有很多原住民 在那里 国家这么大 你的选区也这么大 都可能是一个小黑栏来的 你没有接触到所有的选民 都很明白的 尤其是有很多的议员 就是小于乐区 那就更加不知道你的选区里面的 选民的背景 各方面的事情 也都反映到他那种的坚尼地 这一种的态度 是啊 这次 真是 小道真是多虧你不少 我 这么辛苦找到 习联司机过来 他在纽约联大演说完之后 既然拜登就上来 就是顺到一个旋风式 不断连掃骨尾 谁知道来到加拿大 就是林美香 真是认真 我觉得这个议长 应该是问题最大 他真的没有做出功课 就像我和你那样 做节目之前不做出功课 就是不知道你说什么 也不知道你做什么 就是令到观众浪费时间了 最重要的就是 就算给他一些资料 他的脑子不懂他运作 不懂他思考 提问不到我们看到的一些看法 都会捉招踩屎 是啊 他没想到违基百科 是啊 没错 你看到这么垃圾 和这么随其急就张 你就知道这些人做事那种疏忽 和粗疏 你就可以看看 为什么加拿大这么多年 都随随其 就有一个原因 其实 就更加之前我跟你说 大国寡民 根本就没有国际视野 只是自己又挂着自己的省 甚至乎 在外面这个Ontario 他都可能不懂得关注 不要说整个国家 更加讲整个国际 是 大国寡民 小人又不是罪过的 不过 脑子里面 那些国际知识这么寡 就认真有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身为议长 真是反对党现在 甚至他连自由党里面的成员都说 你都应该辞职 结果他真是信任 其实我可以讲讲 议长的职位是做什么 老总 议长就是主持会议 主持会议 其实是控制议程的 议会 是国会议长 在众议院里面 当然 他一定是自由党 因为自由党 现在是执政的 虽然他不是多数党 但是他和新民主党 这些政纲要求 尽量满足 令到他们共同 在国会里面 结成一个 好像联合政府 就是没有联合政府之名 但是好像联合政府 是结合一起 可以抵挡着 联邦保守党的票数 令到他的议案可以过关 议长在这方面 就在用很大的 不过呢 他知识这么频繁 和他行事的方式这么粗疏 都是反映到自由党气数已尽 真是杜鲁多的民望越来越低 比你议长今次一铺青袋 就低于中美见低 真是很惨 我觉得杜鲁多今次 无端端被自己老友害死 无端端被整理 而且见到他的气数 连天都不赚他了 是 那些选民应该知所选择 那我们节目到这里 我们都选择要和大家休息一下 好 多谢大家欣赏 也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按个like 分享出去 CLS必然的动作 那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聊 拜拜 再见